再来看台北国际书展 明天起就要在台北世贸中心登场 而因为今年书展的主题是法国 主办单位邀请到多位知名的法国作家 来台湾跟读者面对面 另外包括了中国作家哈金在内的十几位华文作家 也将参与这场盛会 世贸一馆的展场 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展工作 今年国际书展除了创下了58个国家参展的最高纪录 主题国法国更是大手笔 一口气邀请来41位出版人和作家来谈 进行多场国际论坛 尽管国际书市去年碰上了金融风暴 但华文世界中老字号的台北国际书展 却呈现出逆势成长的迹象 利用国际书展机会 然后达成的板前的交易的数量 一年比一年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国际区的摊位 比往年多要多 日本的摊位增加了 韩国的摊位也增加了 尽管这几年 在北京书展强大的竞争压力下 台北国际书展不止版权交易没有消退 还受到国际出版业相当的肯定 原因就在于台北国际书展 提供了一个自由创作的平台 特地从美国来台参加书展的中国作家哈金就说 他大部分的小说在中国都出版不了 台湾的出版社成了他在华文世界里主要的发声管道 越来越多的华人觉得台湾这个出版业 对这个汉语当中的这个作品是保存的更好一些 确实跟我刚才说的是给了一个就是自由民主的空间 使不同的声音能够存在 除了哈金包括郭小鲁 梁文道 李子舒等十多位 闪聚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作家 也将来台和书迷会面 为期六天的台北国际书展 一共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 两百位作家共襄盛举 同时还有四百场的座谈和国际论坛 要来犒赏书迷 记者孙药张子佳台北报导 不说 MP4 不说事 曾经有你的微华 36 你们都在在叫你 让 Ara御小心 你要иру 레 Porsche 你们事趣没准备 我是广最骦的 但是